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年轻的新中国面临核大国的讹诈与威胁 毛主席发出睁睁誓言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65年冬天 大批科技精英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西南山澳 开始建设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摩世堆 909基地就此形成 八千军民大作战 在沉睡几千年的山谷 展天斗地艰苦攻关 短短几年间 核潜艇陆上摩世堆建成 与之同步建设的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 长征一号成功下水 新中国第一次有了海基核威慑力量